你当真决定怎么做 那公主回来了 还带了不少钱财 最近 甚至还有讨好我的意思 正好可以利用一下 正所谓富贵险中求 无独不丈夫 那这事成之后 你的心里怕只有凌花公主 就没有我了吧 那母夜叉 简直是和钟离春一奶同胞 你说我的心里有谁啊 肤浅 那西宫娘娘更美 难不成你也基于人家 正缠玉 妹妹 这外面重兵把守 你是怎么进来的 薛将军告诉我啊 他在宫墙边上开了个小洞 现在当值的御林军统领 曾是他的旧部 以后这朝阳政院 我就能够随意进出了 只是姐姐 我刚刚路过御花园 看到夏迎春和魏文斌二人 只可惜距离太远 我没有听清他们在说什么 天壁江那个蠢货 现在头顶绿油油 自己还被蒙在鼓里 妹妹你说 这要是传出去 让天下人知道了 这不就是我大旗 最好笑的笑话吗 话是这样说 可那夏迎春未免太不要脸 我总觉得 他们一定在密谋什么事情 行了 妹妹 我们先不提这个 这么多年 除了昆儿 也就只有你 心里还惦记着姐姐 时常给姐姐送些吃食 还有衣物不料 你为姐姐做的 姐姐心里都清楚 姐姐 我这条命都是你给的 为你做一切都是我应该的 我的好妹妹 姐姐跟你说 如果有一天 你要是遇到真爱 你就抛开这些虚名 大胆地去追求 姐姐支持你 姐姐你在说什么呢 我都已经是大王的妃子了